大家好新年快乐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 Proton 的展示厅 我们要带来的就是 Proton 最新发布的 4 款限量版车型 也就是 Saka R3 Iris R3 Persona Black Edition 以及 Exora Black Edition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些车型 它们的这个特别在哪里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Saka 的 R3 版本 其实这个 R3 版本跟去年发布的 Saka 周年纪念版 它们的外观非常的类似 同样的也采用了大量的黄色线条做点缀 然后全车的颜色都是黑色的 不同之处在哪里 第一点就是前后的挡风镜上面都有这个 R3 的铁纸 第二点就是座椅采用了 R3 名牌的皮革 第三点就是它的内装还有车尾都有这个 Limited Edition 的名牌 这个就是它们主要的差异地方 其余的细节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我们看一下车侧 这个亚瑟的轮圈其实跟这个周年限量版级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们在颜色上面稍微有区别 再来就是这边有一个贴纸写着 82 R3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 Proton 在这个雪棒 1000 公里耐力赛中 它们的 R3 赛车子侧身边吗 在 Saga 上面是 82 R3 在 Iris 上面是 83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车尾 看一下这个车尾它有这个 Limited Edition 还有 R3 的名牌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鸭尾 这个就是这辆 Saga R3 的主要特点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雪棒 1000 公里耐力赛的 常胜军 R3 83 号 Proton Iris 其实它的外观在这个网上有谍照公开的时候 很多网友就讲它很像 Angry Bird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像那个黑色的 Angry Bird 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跟这个 Saga 的 R3 比起来 这款车在外观上面稍微有一点点诚意 就是它的这个轮圈 同样的也是雅色设计 可是它是一个全新的 这看起来真的很美 另外在外观的细节上面 它同样也是采用了很多黄色的线条 来做点缀 大家觉得这样好看吗 在这个车尾我个人觉得这个全黑的车尾非常适合 Proton Iris 你可以看到同样的它有这个 Limited Edition 的名牌 还有这个 R3 的名牌 但是和普通版比起 它最大的差异是完全黑 因为普通版不管是什么颜色都好 它中间这边是黑色 其他的都是跟车体的颜色 所以这样子有一体性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只是它在这个尾翼这里 它有这个黄色的 R3 的字样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有运动感呢 这个 Iris R3 的内装我觉得我真的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Saka 的不看不用紧 可是 Iris 的一定要看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 R3 Edition 的这个 Iris 的内装 真的非常的称搭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 冷气边框还有这个触变主角边框 它们采用了大量的钢琴黑来做点缀 当然这个仪表也是 然后这个黄色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的多余 但是整体搭配起来的效果 其实真的很不错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样的内装设计你喜不喜欢呢 当然同样的在这个 中控台上面它有着这个 R3 Limited Edition 的名牌 然后在这个皮革座椅上面也有 R3 Limited Edition 的字样 我个人觉得这个 Interior 的设计是我会喜欢的 你觉得喜欢吗 喜欢的话比个心哦 虽然说发布的有四辆车但是时间所限 所以这个 Persona Black Edition 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最后一辆车 都说了它是 Black Edition 当然全车都是黑 但是在细节上面 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 例如说在这个前方的保险杆 它采用了一个 看似 雾精的这个材质 然后它的这个轮圈同样的也采用了双色调然后雾精的设计 看起来整体的质感是好了一点 而且我觉得这个黑色版本应该会很多人都喜欢 接下来我们看了这个就是这个 Persona Black Edition 的内装 它和 Iris R3 的内装一样 因为这个 车身的这个颜色的不一样所以它们内装也有一些些些许的不一样 例如说这个 它的这个冷气出风口的边框就变成了 雾精色 当然这个冷气的旋钮同样的也是雾精色 还有排挡杆这边也同样的也是雾精色 除此之外它跟之前在2019年发布的 Persona 小改款是一样的 这里有触屏主机然后皮革的座椅 气囊方面则是有6G 另外全车系都是发载这个 EESC 所以它的安全部分在这个价位的车款来说 其实是非常的出色的 而这一次 Proton 推出这四款车型的 Limited Edition 其实就是算是当作为他们做一个告别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 Proton 即将为一线车款推出再一次改款的车型 那这些车型是什么呢 就让我们等待Proton 官方的公布啦 在引擎的部分呢 这四款车跟普通的版本是没有差异的 在 Exola 上面采用的是 1.6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和 CVT 变速箱 Iris Persona 采用的是 1.6 公升的 CAMPRO VVT 引擎 还有 CVT 变速箱 至于 Saga R3 则是采用了 1.3 公升的 CAMPRO VVT 引擎 以及四速的自拍变速箱 这次发布的这个限量版车型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Iris R3 的 因为在 Iris 的 IT 上面 我们真的感受到一些诚意 例如说全形的轮圈 还有这个内装设计也非常的 match 如果你真的打算收藏两 R3 的 Proton 那么这台车我觉得还是具有收藏价值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因为时间和场地的限制 所以我们这次带来的影片可能有一点点长处 而且这个灯光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先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啦 下一次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 做出更好的影片让大家观赏 好啦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OK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